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3年11月8日,星余3,今天在拍影片和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恆子今天走勢,看見恆子今天試回那條5mm,看見他之前是站穩了這條5mm之後,這兩天就拉線比較多,跟那條5mm距離就遠了,現在就回到5mm,今天就跌穿過5mm,有點支持 如果他在走2浪的話,他會收到5mm以上或以下都有機會的,如果他在走2浪的話,如果他收到5mm以下,其實都純粹是表示他在走2浪而已 所以這些位置都似是還有得落的,因為那個美股都似是要調整 那麼在走,其實他在走1浪,他在走1浪,走1浪,半溫可以加碳,一暫停在爪1浪 然後看我平衡與RV2、一暫停在前面,他既然沒有調整,但是他在走1浪,而我們在走1浪,還沒在走2浪,這是多少浪,所以才能放1浪在後來,因為這2浪都不是在帳2浪,但他還沒在走1浪在跤3浪,所以沒在走2浪呢? 如果有超賣區金叉才會轉向 所以這裡通常都會在超賣區 然後有金叉才會轉向 就是像這裡 超賣區金叉才會在這些位置轉向 所以如果純粹是看STC的看法 在這個位置四叉 就已經有機會轉回跌了 現在就等它跌下去三十二下 再金叉 這樣才有機會上去 所以這裡就比較像是二浪 就是說這裡是一浪 這裡就是二浪 二浪就應該至少要碰到下面這些MA 然後再加上0.5 就是這樣看法 先看看Patreon分量的圖 今天也有些反彈 反彈又有機會去回 前面的一浪的0.236這些比例 它又試了0.382 有些支持 彈回上0.236 然後再加上0.5 就是這樣看法 那 看看這個JS圖 看看它的4小時圖 看到它還未到17784這些位置 40.236這些位置還未彈到上去 所以也有機會 還是有機會彈一彈高先 看到它的4小時圖 是否一定會彈呢 彈這一下就不一定的 但落這一下就似乎是必定會下去的 因為那個尾鼓呢 都還未做調整 所以就 這一下就未必有的 但是呢 50%那些位置就比較大機會到 50%那些位置就比較大機會到 所以就 它就看一看 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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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一看 上正指數吧 看一看 上正指數 日線圖 那 他還沒進入過二浪的,但應該差不多了 看到1,2,3,4,5,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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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收音觸應該是進入二浪 走完二才會走三 那就看一看道指 那道指就,之前說到,他有機會碰上那條MA才會轉向 那條是 應該是2,3,3MA,應該不是,89應該是 這條89MA 那有機會先碰一下 那是 8轉折的 這一支就是8轉折 第9支有高位都可以的 但是第9支出向收音觸 那就是這一支 就出向收音觸 那他既然出向收音觸 所以都來淡行指 還有如果8轉折生效 他9,10,11,12,13可能都是音觸 都是調整 那看回四小時圖 那之前就說到這裡是 這裡是1,2浪 停 sec 然後這邊是3 然後這個位置是3 這個位置是4 於是是5 那麼接後這裡要做5 所以他就隨少都有機會 開始調整 看他4小時圖,他應該的調整是把MACD拉到水線,這樣才行個3浪 所以現在就會做這個浪的調整 看一看納子的走勢 看一看他的日線圖,他就上到之前的阻力位,之前是在這個位置轉向 這個是阻力位,他就去那些阻力位,所以這裏就開始 應該就完成了5浪 看到是1,2,1,2,3,4,3,4,5 所以就應該是完成了 看到3浪已經延伸了,所以5浪應該就不會延伸了 這個位置,但也好像還差一點 1,2,3,4,5,也還差一點 所以這個位置看頂也可以,或者再高一點 這樣也可以 4小時圖的MACD也高 所以也有大機會下去,水線才會再上 所以就應該是 現在應該就要做回這個浪的調整 應該就要做回這個浪的調整 應該就要做回這個浪的調整 可能去回一半也有機會 去回一半再上 現在我們要做到月線圖 去回五浪 去回五浪 如果一個熱線圖 去回五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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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回六浪 那 之前有日線圖有一個MACD浪的阻力位,不知道會不會去 參考一下有一個阻力位 這是15522 一浪也有機會在這些位置完成,做二浪也有可能在這些位置完成 因為它始終是一個量度阻力位,所以要看著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有一個比較大的阻力位,比較大的阻力在上面 也好看道指是否真的會轉向 但如果看回那個4小時圖,那個MACD 如果看回那個4小時圖,可以說是必須要轉向 但會不會再上一次再下呢?這個就未必 即是可以再上一次再下,或者直接下 這樣 即是下去就是 應該是必須下去的 看看黃金走勢 看看黃金的4小時圖 1964的位置就到了 它還收了在下面,所以就 有機會去到1940的 但因為那個浪的關係,它會做一些反彈 即是它收在1比1以下 就未必要收在下面就馬上下去了 因為它要跟著一些波浪 這樣它有可能做一個反彈浪 才再下 這樣 所以現在就應該是看1940這些位置 那4小時圖下到1940的話 它那個 日線圖呢,都有比較多的MA在這些位置 你看到,全部MA都集中在這些位置 所以這裏 1940以下的那些位置 應該的支持也大 所以就 可能去到1940之後就會轉向 那麼去到1940之後呢 那個MACD也都下低了少少 那也是比較利好去轉回上 現在就 叫做 就不是說太低了,所以都叫做 1940的機會都大 所以 那些 那些 才會是比較合理的一個 一個 低位的 那 STC都未到下面 未超賣 這樣 所以 也是 比較 像 可以去到1940那些位 那些 那些 上 看一看 然後就看一看它的周線圖 那 周線圖看到 之前說一半的那些位置 它就到了位的了 那 79的那些位置 它到了 那 它如果這個星期收回 在79以上呢 那 就比較利好的 但是 看到它 都落得比較多 那 那 能不能夠 能不能夠在今個禮拜之前 收回上去呢 這個看下去好像有少少少難度的 那 看到 距離下面呢 75.4的那些位置 其實就好像差一點 那 那 所以就這些位置 就 分段 看好會比較 好 因為它 去到 0.618這些位置 通常的支持都會大 通常的支持都會大 那 那 所以就應該是 有機會去到0.618 就算去到0.618 它都會 只是會彈回上0.5先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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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ote 那 那 那 ? 所以 那 吧 那 那 也 這個位置也算是遲低的 雖然是低不過10月5日的MACD 這個位置更低 但已經算是遲低的位置 當時也有上水線的 這個位置也會有反彈 所以現在這些位置應該也會有反彈 至少是一個反彈 除了看著Retracement的一些比例之外 這個位置也會有反彈 但其實現在這個位置也會有反彈 也是會有反彈 然後答案 現在應該有反彈 在這個位置也會有反彈 通常去到1比1的位置會有支持,所以轉向 所以看到差一點,76.26 差一點 所以去到這些位置就差不多是轉體好的位置 如果到了這個位置,就像是有機會 最少彈回這裡的一半 即是大概83的位置 看看這裡究竟是不是C量 C1,C2,C3,C4,C5 首先要量一量 C3究竟是否比1長 也不是 C3是短的 如果C3比5更短 之前所說的Endender的路就排除了 C3就應該在這裡 1,2,3,4,5 這個比5是最短的 我看見這個應該就不是Endender的路 就是之前的1,2,3,4,5 這樣數呢 這個數法就是錯的 這個數法就是錯的 看看它是在走什麼浪 如果是這樣的 那會不會這裏是走一個1,2,3的1,3的2,3的3,3的4,3的5 會不會是這樣的呢?也有可能 那就是說月線圖可能是走著A,B,C C是五浪結構的,五浪結構 那就是由這個位置會跌五個浪 那這裏就不是A,B,C上去 可能這裏就要1,2,3,4,5 那就跌穿這個底,然後再上去 那如果看回月線圖就... 有可能是這樣的 那它反彈也比較弱,看到50%也去不到 那它之前又去到50% 然後就彈上去0.382 但是它站穩到0.382 就沒有再進一步去99%那麽高的位置了 那因為它連這裏跌下來的50%也站不穩 那又會再收回0.382以下 那...如果它這次真的收回0.382以下這個動作是真的話呢 那就是下個位應該又再去67.7也有機會了 因為之前也說到有機會是走A,B,C 那C其實就要跌穿回A的 那所以就...這個67.7這些位置呢 就會是比之前的底再高一點 就是說這個會是再保守一點點的看法 保守一點點的位置 就是67.7 那也要看它會不會有些向上突破的 那也要看它會不會有些向上突破的 因為現在的數法呢就是...它現在走1,2,3,3 就一直都是3 如果真的走剛剛那個數法呢 就一直都是3 那3就不應該說升回... 應該看到1,2,3,4 那就是說現在其實就... 不可以升回這裏這些位置了 如果它的浪是向下數著呢 應該不會升穿這些位置 一升穿這些位置呢 那就似乎浪其實是向上 就說究竟這個浪是向上或者向下呢 就好看這裏這些位置 會不會升穿呢 沒有升穿的 那現在去... 嗯... 67個... 幾個的那些位置了 那所以就要留意啦 留意這些位置有沒有升穿就是... 嗯...79.9 就是大概是80塊的那些位置了 如果現在升穿80塊的 如果升穿80塊的 如果升穿80塊的 80塊就可能會轉回看照 如果沒有升穿80塊 那就一直都是去67個的那些位置了 那那個... 那個... 那個原油就是這樣的看法了 67.7的 那就看看... 那看看未完指數啦 那之前就說到它在做反彈呢 之前就說到有機會就做回這裏的... 那然後就說到 guaranteed 那... 那現在就開始炎了 那看看它現在是... 反彈了一半沒有了 那看到它去到0.320了 那已經站不穩啦 那站不穩就... 那... 就看看它的反彈狼的結構 那... 那... 有一點點像是一個A狼的... 即是說是A,B,C 即是0.5那些位置,即是這個跌落的50%那些位置,有機會都可以去到 到時那個MACD才高一點,才上完水線再跌過 但這個也是純粹根據主觀的數量和鼓 但實際上他的客觀的訊號就是他現在站不穩0.382,所以這一點就要留意了 要真的到他站不穩,這樣才大機會去到0.5那些位置,才下跌 現在純粹根據數到這裡可能是一個五浪結構,A,B,C 這樣去50%才下跌,即是這個純粹一個主觀的數量是 如果可以配合恒指和美股,可能今晚就會開始調整 調整的時候,美元指數比較大機會是向上 彈到50%那些位置,美股調整完就會向上,到時那個美元指數又會轉回向下 這樣就會是配合到的,即是說這裡呢,分分鐘這裡可能會再彈高一點,可能不止 不止0.5,因為他這裡數了一個A浪,這個是會Z的A,有機會是 有機會是會Z的A,因為5浪結構 好,那就可能我反彈會是高一點,可能連0.6,100都可以 那直到那個,未估過二浪調整完,他才會在這些位置下跌 那這條影片又拍到這裡,喜歡可以給個讚,訂閱Youtube,訂閱 歡迎分享給朋友看,也可以考慮加入Youtube會員,或者Patreon會員 那我們明天再見,拜拜